好,那么接下来,对吧,我们其实回归算法呢,其实已经讲完了,那么回归算法呢,我们可以根据几种方式,我们讲了三种,对吧,一种是正规方程,一种是梯度下降求解,那还有一种是带有正则化的这种锐级令回归吧,那这里面是要根据你的数据集的去选择,对不对,根据你的数据集去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种回归, 那但是这种名字叫逻辑回归,但是呢,它是一种分类算法,那么怎么样才能把一种回归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分类的算法,那这是我们这个逻辑回归,它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逻辑回归为什么名字,它有个回归这样一个词,对吧,那是因为它的某一部分,它的某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前面讲的这个,现金回归这里求得的这个值, 其实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输入,啊,其实就是我们现金回归的那个式子,对吧,现金回归的式子, 作为这样一个逻辑回归的输入,它的输入其实也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我们接着来看,这个逻辑回归到底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它在这一上面,什么广告的点击率,是否为垃圾邮件也可以去做,哎,还有什么是否患病金融诈骗虚假账号, 那么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些应用场景,它有什么特点,这些东西,它虽然是分类问题,但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分类问题,是不是二分类啊, 那也就是说逻辑回归,它的适用场景只是二分类这样一个产品,能理解吧,哎,它只能解决这样一个二分类,那多分类, 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算法去做吧,哎,那这是它的一个应用场景,二分类问题, 那么这个二分类问题到底它的效果怎么样,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个逻辑回归这样一个东西去做呢,哎, 那我们接着来介绍,比方说这个广告点击率,其实逻辑回归啊,在很多这个有的公司在预测广告点击率用的比较多啊, 这当然这是少数分分公司啊,什么意思啊,那这里给的是一个Facebook的这样一个收入的一个变迁, 我们看一下,其中有这种三种这样一个收入,其他那移动广告收入,还有广告收入, 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占比从一二年对吧,比如说一二年某个季度, 到一四年的某个季度,这里面哪个占比最多啊,是不是都是广告收入占比多,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理解来,广告是怎么去进行一个收入的, 广告收入是怎么进行的,其实就是点击率对吧,点击,广告点击, 当你这个某个这个浏览的这个用户的去你某个网站里面,去点击了这样一个广告, 那么你这个广告商是不是要给这个网页或者这个公司给付一些钱吗, 那这就是广告,那么这个广告点击呢,其实就是一种二分类的问题, 比如说有没有点击和没有点击,是不是就两种问题啊, 哎,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击,还有有没有点击对吧,没点击, 就这两种情况,他没有其他的了,对吧,所以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二分类问题呢,逻辑回归非常上场去做, 那么当我们啊,为什么他在广告点击会要用逻辑回归呢, 其实就是因为逻辑回归,他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他也能得出概率值, 哎,那我们这个地方讲了哪个地方能得出概率值, 是不是普苏比亚斯能得出概率值吗, 哎,你大多数用文档分类的时候,你可以得出概率值, 在这里,我任何场景,注意到是任何的二分类场景, 我也能得出概率场景, 那得出概率场景是不是更要好一些, 哎,当我这个用户对吧,我这个广告投放之后, 我这个广告能被点击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啊,我们是以被点击的概率啊, 他比如说是0.001, 那也说他被点击的概率是这么多吧, 哎,那如果说, 我这个被点击的概率要大一些, 对吧,0.01, 那是不是他有可能更被点击啊, 所以他只要求出了这个广告, 点击了一个概率, 是不是我在去做这个广告, 或者投放广告的时候, 我先预测一下, 到底这个广告能带来的收入是多少, 哎,我先来看判定一下, 他能不能被这些人或者用户去点击啊, 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应用场景, 主要是因为他能得出一个具体的概率啊,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逻辑回归呢, 它就是一种解决二分类问题的一种利器啊, 二分类问题, 那首先来看一下, 上午我们在讲那个西瓜分类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线输入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每一个特征与权重的一个成绩之和了, 那在这地方, 逻辑回归的输入跟我们的现金回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先来确定一下, 那现金回归出现的这些问题, 逻辑回归会不会出现, 也会吧, 比如说过礼盒会不会出现, 也会对吧, 哎, 那么所以我们这也是首先确定了, 他的输入就跟我们现金回归是一模一样, 他只要得出一个值就行了, 那理解吧, 好, 那么这个值到底是如何去转换成一个什么, 哎, 一个分类问题, 这就是逻辑回归怎么去做, 对吧, 把我们的建立一个值, 现金回归的输入, 现金回归的输入, 对吧, 从这个东西到一个什么, 到一个分类问题, 哎, 这整个过程他是怎么去做的, 那这个就是逻辑回归的一个核心动向的部分, 那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叫Single Mode函数, 这个叫Single Mode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是要求大家必须记住这样一个函数的样子, 他的什么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看到这个函数啊, 他的输入呢, 是什么, 哎, 你的横坐标是你具体的一个值, 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范围啊, 你可以0到100对吧, 你不能1000, 0到100, 但这里给的坐标比较小, 然后这些值, 注意了, 他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看一下, 经过函数这样映射之后, 他的值得出来多少, 是不是, 哎, 某个值, 某个值吧, 那这个值有什么特点, 这个最后的这个输出值, 是不是是0到1之间的一个值, 哎, 0到1之间值, 那么也说, single mode这样一个函数, 能够将你的输入转换成0到1之间的一个值吧, 那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single mode函数, 你是必须得记住了, 他的一个函数中间呢, 会有一个对我们跟我们的外置呢, 有一个交叉的地方, 那交叉的地方默认的就是0.5, 0.5, 能记住啊, 好, 那这就是这个函数的特点, 那么这个single mode, 我们看一下, 这个输出值非常有特点, 就是0到1之间的值, 那什么东西跟我们0到1之间的值非常相啊, 是不是概率值啊, 哎, 正是因为single mode这样一个函数, 正好把我们的值呢, 映射到了0到1之间, 哎, 正好0到1之间, 又是我们理解概率, 对吧, 你不可能概率超过100%多, 对吧, 你只能在100%下面,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因为single mode这样一个函数, 对吧, 所以他的最大工程就是single mode这样一个函数, 能够把我们的输入转换成一个具体的概率值,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理解成概率值, 好, 那接着我们继续看, 这个single mode呢,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ingle mode, 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公式呢, 不要求大家记住啊, 你只要把那个函数的特点给记住就行了, 那总共呢, 就这样, 它的函数就这样, 1加某个e的负z次方分之1, 那么这个e呢, 它是一个常数, 注意了, 这个e是一个常数, 它一般是2.7, 那既然你这个数都有了, 对吧, 1加某个这样一个多少次方, 对吧, 分之1, 那是不是可以求出这个值吧, 对吧, 这个词是可以求出来的, 那这个负z, 这个z表是什么呢, 这个z就是你的现金回归,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方的什么, 输入吧, 这个z就等于你的回归的输入, 回归的结果啊, 回归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结果往这个公式里面, 或者往这个式子里面一带进去, 那gz是不是就得出一个值了, 哎, 这个地方就是逻辑回归, 对吧, 逻辑回归,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输出是一个0到1区间的值, 它是一个概率值, 默认0.5作为一个罚值, 默认是0.5, 就是说大小于0.5的, 我可以把它归为0, 大于0.5的概率, 我可以把它归为1, 对吧, 那么这个逻辑回归, 对吧, 它在分类的时候怎么去做的呢,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 就是说它怎么去判定, 对吧, 某个什么值, 它的概率是多少,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逻辑回归来说, 我们讲了, 上午讲的这个地方, 逻辑回归呢, 它也是一种自我学习的这样一个算法, 那它的算法呢, 也是, 算法名称就叫做逻辑回归, 由于我们这里面逻辑回归, 它有前面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权重嘛, 那这些权重是不是跟现金回归一样, 也需要去干嘛, 迭代更新的嘛, 那既然它要迭代更新, 是不是要应该有一个这样一个策略, 还有一个优化的过程嘛,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这个逻辑回归它的损失函数怎么定义, 跟我们的信性回归的损失函数到底一不一样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的这样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它与信性回归的原理相同, 但由于是分裂问题, 它的损失函数不一样, 也就是说分裂问题也是可以有损失函数的, 那么这个损失函数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对数自然损失, 这个我们不去关注这个公式里面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公式转换成一个具体的图形和跟信息商举进行关联,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到如果你的目标列别是一个1, 就说你的目标列别是1的时候, 它的损失是这样去定, 负的loghctax, 这个hctax是什么, 是我们得出的概率值吧, 概率值, 那想一想, 这个公式跟我们前面哪个地方是非常相似的, log概率值, 我们前面讲的信息论, 信息商的时候有没有用到一个log概率值, 有吧,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看啊,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你的目标是0, 对吧, 它属于1的概率是这么多, 那属于0的, 属于另外一个反面的对吧, 正例和反例, 所以反例的概率是不是1减之他, 哎, 那么这是这个值, 那首先我们不看它总的这个损失函数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损失函数的每一部分来画出的图形是什么呢, 看一下, 如果你的目标值是1, 注意了, 你的目标值也说它是1类, 你的目标值是1类, 1类啊, 那我预测它属于1类的概率, 跟你的损失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预测它属于1类的概率是100%, 那有损失吗, 没有吧, 是不是应该0吗, 因为你的目标值是不是1类啊, 好, 那我现在预测这个样子啊, 注意了, 它真实值是1类啊, 那现在我预测它属于1类的概率是100%, 那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正确的吧, 那正确的损失呢, 它就定为这样0, 好, 那如果说我预测它属于1类的概率小于1, 那我们的这个概率越来越小了, 0到1的值越来越小, 它的损失是越来越大的, 那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啊, 或者说这个图形用什么表示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log, 复了log这个概率, 所以写P的啊, 复了log概率, 就是画出了这样一个图形, 那理解吧, 好, 那所以是不是通过这个东西我就能衡量损失大小了吧,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你的目标值是0类呢, 我们要分情况来说了, 如果你目标值是0类, 你本身的目标是0类, 那我预测你属于0类, 最好的情况是预测你属于1类0%, 预测你属于0类是100%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预测这个某个样本属于0类的概率, 好, 它是0%, 那么, 啊, 属于1类啊, 属于1类的概率是0%,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值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如果我们预测, 它属于0类的这样的概率, 对吧, 越来越大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它的损失就是为0, 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跟我们说的不一样, 对吧, 如果说我要预测它属于0类的概率, 0类的概率属于1是不是最好啊, 0类的概率属于0的话是最差的吧,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逻辑回归, 它只做一种逻辑回归,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正立反例吧, 比方说你有两个例别啊, 比如说这里你有一个2标记个类别, 然后或者是一个4标记个类别, 在这里啊, 你的这个2标记个类别, 还有一个什么呢, 4标记个类别, 那现在是不是只有两个吧, 但是逻辑回归, 只做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就判断你属于2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没有说判断你属于4的概率, 那你又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当你所有样板来了之后, 对吧, 它只属于判断2的这个概率, 比如说是1, 那是不是就属于2, 如果他判断你属于2的概率是0点, 比如说是0.1的话, 那你属不属于2, 我是我如果拔指的是0.5的话, 那我应该把它归为哪个类啊, 归为4类, 等一下我们再说怎么去做的啊, 那所以也说他只判断一个类别, 他属于一个概率吧,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一样, 以1的类别来概率来说, 你的目标只是0, 那我判断的是1属于1的概率, 如果说属于1的概率越来越大, 那你目标只是0的话, 损失是不是有点大, 那你讲, 如果说你的目标只是0, 但是我判断是属于1的概率, 属于1的概率, 0.0.0001, 那这个类别你划断成什么类, 好, 那这个地方啊, 我们有点绕对吧, 比如说啊, 我们判断的是, 判断的是, 判断的是, 注意了, 它是属于1的类别啊, 判断是属于1的类别概率, 这个概率只是属于1的概率, 好, 那我们的这个属于1的概率, 那么当我的目标值是0的时候, 好, 我现在判断它属于1的概率是1%, 那这是错了还是正的, 正确了, 是错误还是正确啊, 你本身是0的吧, 但是我把它判成是1的概率, 是不是比较大吧, 那所以这个罚值, 假如我们罚值给一个0.5, 罚值, 预值吧, 这个叫预值对吧, 给个0.5, 好, 现在呢, 我判断它属于1的概率是0.6,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什么, 它就属于1的吧, 那如果说我判断它属于1的概率是0.4, 是不是我把它归为0的呀,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目标值是0的话, 所以你判断什么, 属于1的概率更高, 那你的损失是不是越来越大, 如果你判断是属于1的概率越低, 是不是你就是把它归为0的吧, 损失越来越少, 当然, 就算你把它归为0类, 并不说代表你损失减为0了, 是不是有一个概率值, log概率值求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还会去解释啊, 这个就是逻辑违规它的一个损失函数, 好, 那么它这个损失函数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损失是什么意思, 看到这里, cost的这个东西, 好, 我们先不看这个求和, 这个求和先不看,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部分跟什么, 非常像, 后面部分跟什么是非常像的, 看一下, 它是log的概率值乘以一个目标类别, 然后目标类别乘以log的它的一个目标概率值, 说那跟我们什么非常像, 跟我们什么分架, 信息商非常像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呢, 我们带入具体的数据来看,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假设说啊, 我们现在很多的样本, 现在有四个样本啊, 我们就直接写这样的一个样本一, 样本二, 特征值啊, 注意我这里就不写特征值了, 样本三的这样一个特征值, 样本三, 或者是样本四, 好, 现在有四个样本, 特征值给你了, 现在它本身这四个样本, 有没有一个目标值类别啊, 假设说我们现在是以10标记的啊, 正立反例, 我们就一是正立, 零是反例, 或者你零表正立也行, 对吧, 那现在是一, 好, 假设说这个四个样本, 从前往后是, 第一个样本一类, 一类本零类, 第三个样本也零类, 第四个样本呢, 假设说来个一类吧, 那现在说你的真实值, 是不是两个是一类, 两个是零类的吧,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要逻辑回归预测了, 注意了, 我要逻辑回归预测, 逻辑回归预测, 预测, 注意, 它要预测, 我们说了, 它是选择某一个类别, 作为我们目标判定的这个概率, 什么呢, 比如说我选择的是, 好, 属于一的概率值, 注意了, 这个前提是我属于一的概率值, 好, 那现在我得出四个概率值, 所以每个样本会有一个预测的概率值吧, 好, 比如说第一个样本, 我预测它属于一的概率值是, 比如说, 0.6, 好, 注意了, 是属于一的概率值, 然后第二个样本, 我预测它属于一的概率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0.1, 假如是这样, 第三个样本, 我预测它属于一的概率值是, 0.4, 0.51, 好,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错误的, 对吧, 再来一个, 0.6, 0.7也可以, 对吧, 那也说我现在预测了这四个样本属于一的概率值,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它是把这个样本归为什么类, 当然, 这里有一个预值, 有个预值, 假如说我们的预值是0.5, 预值是0.5, 那现在它属于一类的概率是0.6, 那我们把它归为大于0.5, 归为1, 是不是, 在这个图形我们再看一遍, 看到这里, 说大于0.5, 我把它归为1类吧, 对吧, 好, 那我这个地方归为1类了, 这是你预测的结果啊, 注意是预测结果, 然后这个地方归为什么, 属于1的概率是0.1, 是不是小吧, 那所以它应该属于什么, 小于0.5, 属于0类吧, 现在0.5一个嘛, 大于0.5, 是不是归为1类, 注意了, 是一个预值就并消就行了, 这是不是也1,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是不是有一个错了吧,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错了, 但是它并不是说, 我到底分类有没有正确, 而是用什么, 一个损失去衡量, 那你解决吧, 它损失衡量, 就要建立一个损失函数, 那怎么去衡量呢, 它是这样去做, 负到y, i乘以log的这样一个值, 干嘛呢, 就是, 注意它这个有个求和工具,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有多少个样本, 是不是每个样本, 都有一个损失值, 注意了, 那我们现在有四个样本, 应该有四个损失值吧, 它是把四个损失值, 相加的结果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损失值怎么算的呢, 我们不管这个1了, 这是我们预测的那边, 不管这个1了, 不管1了啊, 不管这个预测的那边啊, 我们把这个值求一下看, 第一个样本, 怎么求, 是不是1乘以log0.6, 注意了, 第一个样本是1乘以log0.6, 第二个样本是什么, 看一下是0嘛, 它就是0乘以log多少, 0.1,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什么, 0乘以log5.6, 还是一样的, 0乘以log, log0.51, 再加上一个1乘以log0.7, 那么这个值很像什么呀, 很像什么, 很像信息商嘛, 是某个类别属于某个概率乘以log, 概率值, log加log概率值,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什么, 信息商大小, 可以啊, 可以把它理解成信息商大小,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称之为信息商, 后面我们会说这个东西称之为什么, 这你可以称之为先理解成信息商的大小, 那我们说信息商的大小越小越好, 还是越大越好, 越小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确定性更加确定吗, 那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一个预测百分之百的确定的时候, 是不是你预测就准确了, 那也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的信息和不确定性联系起来了吧, 当你百分之百预测准确, 最后的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0嘛, 所以我们的信息商应该是吧, 就是说你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了,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信息有用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目的就去减少什么, 减少这个信息商的大小,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称之为信息商, 能理解吗, 好, 那这就是逻辑回归的这个损失, 能理解吗, 那既然这样去做对吧, 那我们这个题们再回过头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策略, 我们的逻辑回归的衡量损失的策略是什么, 衡量损失的策略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叫对数私人损失, 对数私人损失, 那么这个损失我们怎么去诱惑, 还是一样使用提主下场,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还要回到上午我们讲的那个问题, 梯度下降去更新什么, 更新参数吧, 那所以他目的干嘛, 是不是也是去更新前面的这些权重吗, 逻辑回归是不是也是要得出这些权重, 这个地方也是说逻辑回归还是一样, 去更新权重,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现金回归的输入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个损失函数这个东西, 注意了, 损失函数, 现在我们接触了哪两个, 一个是, 这种是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成均方误差, 也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是这个误差的平方盒吧, 你损失也可以用均方误差去衡量, 那也一样,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数自然损失, 对吧, 那么这两个对数自然损失, 对数自然损失, 那么他们在去求解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了, 我们现在只接触一种对吧, 就是梯度下降求解, 求解, 好,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午在这里, 我们没有上午还没有提到的这样一个概念, 什么呢, 我这个函数建立的时候, 在这里看到这个函数啊, 我这个函数建立, 我把这个粘接过来, 建立之后你看到, 当我们去踢住下降是目的是什么啊, 是找这个损失函数的最低点吧, 但是你这个函数画出来, 如果说不止一个, 哎, 这里有一些比较低的, 这有比较低的, 这些有比较低的, 那怎么办, 你踢住下降是不是, 哎, 一球对吧, 你去进行, 求求求求, 哎, 到了这里, 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这个损失函数的最低点, 不是,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在优化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机器学习在优化的过程中, 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确定一下, 均方误差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均方误差不存在, 不存在, 这个什么, 多个, 最, 或者说多个局部的, 等一下我们会说局部的最低点, 什么特点, 比如说均方误差呀, 他只有一个最小值, 也就是说你最终肯定是找到这个最小值了, 哎, 所以这地方又说了, 均方误差是只有一个最小值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去使用, 只要是你这种回归的吧, 均方误差的这个损失函数, 他都只有一个最小值, 啊, 这也是他的特点, 那么这种对数自然损失呢, 他就不一定了, 他就有什么, 有这种多个这样的一个最小值的, 那这每一个最小值, 我们在求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称之为什么呢, 局部最小值, 有多个局部最小值, 那这个有多个局部最小值, 哎, 比如说对吧, 还是我们以上五那个举例子, 你在某个地方对吧, 你在某个地方在这跑对吧, 比如说你朝这个方向跑了, 朝这个方向跑, 那你跑到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上不来了, 那这个地方的最低点, 跟你的这个地方值是不一样, 你虽然说这个地方是你这个部分的一个最小值, 但是是不是总的函数的最小值, 不是, 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我可以先说一下, 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或者说, 他就是一个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哎, 他就是一个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不用你去麻烦了对吧, 你想得到或者想不到的问题, 别人早就想到对吧, 所以他是一个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我解决不了, 不妨碍我什么去选一个, 比如说我可以去慢慢的去找对吧,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趋近于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对吧, 肯定就有一些解决方案, 但肯定是解决不了保证啊, 他不能保证你找到一个最低点,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我们有两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 我可以什么呢, 多个值去随机的去出手画, 既然我这个地方W值是不是随机出手画的, 那我可以多次随机出手画, 多次随机, 多次随机出手画, 然后呢, 这个地方意思什么呢, 好, 我现在出手画的一个人在这里, 我现在再出手画的人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 我随机出手画几个, 那让他们分别去找自己各自的最低点, 会有凑巧正好找到这个地方最低点, 他找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在比较每个人他的一个最低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这地方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是吧, 可以多次, 多次比较这个最小值结果, 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但是啊, 我说了啊, 这里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 你这个多次随机值也不一定能找到最少能力的啊, 好, 第二个, 他啊, 第二个, 他怎么去解决呢, 他调整学习率,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 求解的过程中, 求解的过程中, 过程当中, 调整学习率是非常重要的, 调整学习率, 那我们说了学习率的大小, 是不是跟你学习的快吗, 有什么啊, 哎, 那学习率大, 学习率小, 他会有些, 比如说你一开始啊, 比如说啊, 你从这个点, 当然这个地方, 我只能去见去介绍啊, 这比如说这个人, 对吧, 他学习率非常短, 大, 对吧, 他没有陷入这个部分, 他直接跳过了, 学习率特别跨, 直接冲过了, 对吧, 冲过了, 然后呢, 找到了一个最低点吧, 哎,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之一, 但是也说了, 这种方式, 只是尽量的改善, 这两种方法是什么, 尽量改善, 不能解决,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尽量改善, 好, 当然我在这里提到这两点啊, 你自己也不用担心, 我只是先提一下这个概念, 对吧, 你也不用担心, 在算法里面, 塞克人里面, 他已经去用这种方法, 他已经是多次这种随机, 他的学习率也是在调整的, 能理解吧,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 哎, 我找不到最低点, 或者说找不到一个全级, 最低点怎么办, 那这个也没办法, 对吧, 我们都没有解决办法, 但是呢, 这些东西啊, 没有不用担心, 他就算没有找到最低点, 其实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 尽管没有全局的最低, 注意了, 这里面有个局部最低点, 和全局最低点, 那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全局最低点是不是在这俩, 那局部最低点是不是在这俩, 尽管没有全局最低点, 对吧, 但是效果都是很好的, 但是效果呢, 就是说我们的机器学习, 这样的一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所以没必要去, 对吧, 深究这样的问题, 那在这里, 对吧, 这个有学生说, 你给我讲明白, 这到底怎么去找的呀, 对吧, 那这个过程, 我只能说, 你可以去先数学一下数学, 我再跟你讲, 对吧, 因为你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对吧, 我们不能提算多,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现在再加两个月的课程, 再加个数学的课程, 那你去学吗, 对吧, 等你学的时候, 你别骗我了, 是吧, 这个大学的时候, 数学都没有认真学, 等你这个给你两个月, 学个数学的课程会发现, 这数学到底能干什么呀, 对吧, 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啊, 你就会, 是吧, 就会放弃了, 学了一个星期就会放弃了, 所以你还是一样那句话, 对吧, 你不是做研究的料, 你就不做, 对吧, 你要是想去做研究, 你现在应该已经是在研究实验室里面, 对吧, 所以我们说了, 对吧, 你就不要去再深究这些问题了,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把这个东西, 对吧, 他怎么去找的这个方向啊, 我也没法解释, 你觉得吧, 我也不能去跟你解释说这个, 那数学东西多了很多, 所以这地方要注意啊, 你只要记住这些结论就行了, 好, 当然这些结论啊, 其实都是一些面试, 有时候会问, 对吧, 当然有时候的也是一些实际应用当中, 你会灭你的问题, 假如说就是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你的学习率怎么去调,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的,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逻辑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函数, 以及跟我们的这个均方误差, 它的损失函数呢, 进行了一个对比, 对吧, 它这样一对比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这样一个T度下降, 那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好, 那么先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